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基本生活所需费用 会等于每人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的六成 那18题告诉我们2023年 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呢 是33万7千元 他说我们只要将每人每年基本生活所需费用 来除以365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每人每天的基本生活所需费用 因此我们只要将33万7千来乘以0.6 再除以365 这样算出来会等于553.97多 大约会是554元 所以这题目的答案我们要选2 接下来我们来看19题 由题目给的表格我们知道 2022年的每人每年基本生活所需费用 是19万6千元 那2023年每人每年基本生活所需费用呢 是33万7千乘以0.6 算出来是20万2千两百元 那因为题目这边要我们适舍五入置前位 所以他大约是20万2千元 那我们由这个省税金额的计算公式可以知道 只要将20万2千元减掉19万6千元 再乘上申报人数4人 还有税率5% 那我们这样子算出来就可以得到它会是1200元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十题 解这个题目我们直接将解答的叙述贴上来 题目一开始他说2019年的时候 每人每年基本生活所需费用是18万2千元 到了2023年也就是4年后 这个费用变成了20万2千元 那这4年成长的倍数呢 我们就要用20万2千来处理18万2千 写在这里 所以他每年的平均成长率 这是4年这么多倍 所以我要开四次方再减掉1 那这算出来的值就是年平均的成长率写在这里 现在我们要利用这个公式来估计 这个1.110开四次方的值 首先我们将X带0.01 那0.01的三次方是小数点以下6位 这已经是小数点以下8位了 那太小我们就忽略不计 所以我们只带到前面这三项 所以当X是0.01的时候 那这里就变成0.04 那这里就变成0.0006 好那这样子估计下来就是1.041 1.041会比1.110还要小 接着我们再带将X带0.02 那一样这里忽略不计 那算出来大约是1.082 接着再带0.03 那算出来大约是1.126 那1.126是比1.110大 而1.082会比1.110还小 所以我们就知道 1.110它会小于1.126大于1.082 那我们将它开四次方 它就会接在1.02跟1.03之间 那我们将它减掉1 这边就是0.02 这里是0.03 0.02也就是2% 0.03也就是3% 所以它的成长率呢 会接在2%跟3%之间 那这个2也就是我们要求的A 所以答案就是A等于2 1.126大于1 1有關 1 2 2 感谢观看